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出轨的风波在于木混杂的娱乐圈好像重来就没有平息过 年度大戏每年度例行上演 前年和去年最大的黑马就是马荣了 一人可以激起基层浪 而今年2018年最大的白马就是李小璐了 这个体出看起来没有多少端倪的 一个经常秀恩爱的和睦的三口之家 怎么突然间就土崩瓦解 人设崩塌了呢 虽然都是女方是先出轨 但是王宝强是属于在网络上自行提交的离婚证明 然后伴随著新媒体的高速传播而迅速发酵 她是绝对的主角 而马荣则是跟在她背后被持续发酵的 随后才凭住自己的极度不齿的行为 才成功上位称主角的 而李小璐这次 则是在有助极高的警惕性下被偷拍到的 她在干弟弟的陪伴下方被满满 在非常小心翼翼的情况下 仍然被卓尔给抓到了 可以说是非常的出乎意料了 而且李小璐和马荣完全不一样 她是作为事件爆发的绝对的第一主角 由她才把贾乃亮和女儿拖下了浑水 她们不一样一 主词不一样 李小璐 益处上就是绝对的主角 而马荣则是经过了时间的洗礼和历练 马金莲显然比李小璐的行为 更加的明目张胆和破棺子破摔 同时更加的低劣和可耻 但是这些不忠贞的行为和事情 是无法去评判轻重和容忍的 任何形式的不忠诚 都是对婚姻的背叛 无畏是大还是是小 二举止不一 让评注高超的智商 李小璐和马荣两人绝对 可以在德州扑克上有一番作为 不过马荣更适合线上 而李小璐则比较适合线下 李小璐适合线下是因为 他本身就是一个有本事的女人 自己经营生意 最年轻的以后等头衔 但是马荣则已无事处 除了迷惑汪宝强之外 非发骗局他的财产外 也只能在网上兴风作梦了